在今年1月9號 包括桃園等三個選區 來進行立委補選 民進黨不但大獲全勝 而現在根據監察院的最新公告 民進黨這三個選區的候選人 政治獻金都比對手來得少 黨中央一毛錢都沒有補助 而反觀國民黨是假有龐大的黨產 捐助候選人 但結果卻是全軍覆沒 監察院的網站上公告了 今年1月9號三席立委補選 候選人政治獻金的收支結算表 藍綠來個比一比 桃園縣第一選區 民進黨的郭隆忠 有700多萬元的政治獻金 對手國民黨的陳立林 政治獻金比郭隆忠多了快一倍 其中有600萬 還是來自國民黨的補助 台中縣第三選區 民進黨的剪造洞 政治獻金有632萬 對手國民黨的余文青 同樣比剪造洞多了快一倍 有1000多萬 其中近半數500萬 也是來自國民黨的補助 至於台東縣 民進黨的賴昆辰 有960萬元的政治獻金 對手國民黨的邝立真 政治獻金1000多萬元 兩個人雖然差距不大 但是邝立真的政治獻金 竟然有700萬元 是來自國民黨的補助 700萬比0耶 700萬比0 有些人不會選不會選啦 國民黨有龐大的黨產作後盾 我想這1000多萬只是民的 按得更多我們都心裡有數 選舉的如火如荼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也像蔡主席哭窮啦 可是主席居然哭窮得比我們厲害 我舉個例齁 我們那個剪彩的彩帶都是用剪完再回收 然後用那個政策把它撤 所以那個彩帶就是越來越短 可是還是可以用啦 整個大環境呢 就是所有的民眾對馬英九執政 有很高的不認同感 所以其實經費多寡也不是絕對的因素啦 三位沒有政黨補助 卻能夠再補選拿下了拳來打的民進黨立委 嘲諷國民黨花了大錢 卻是全軍覆沒 就連國民黨立委都忍不住要自我解嘲 這怎麼看啊 這你不要說沒有錢也能打仗 我們加油吧 民視新聞 綜合報導